黄金涨不停已经连续三天改写了历史新高 今天每盎司更是突破了2070美元 有民众在上个月买下了一公斤的黄金 才短短一个月就已经现赚了20万元 还有不少人也趁着这一波涨势 把家中放了十年的黄金都拿出来脱手 传统中式风格的黄金皮修手链 到时下最Q的卡通金坠子统统都有 只是想买真的得多付一些钱 因为黄金光是这一个月来的涨幅就超过了一成 金戒指金项链是不少结婚新人必备的金饰品 如果我上个月来买价格大约在十万块 但是到现在我已经现赚了1.2万元 现赚1.2万元对于结婚的新人来说 等于省下一桌的宴客钱 黄金价格不断飙高 每盎司不但突破了2000美元大关 7号的价格更是已经占上了2072美元 连续三天改写历史新高 不断破纪录之下 银楼也出现一波抛售潮 都拿很久以前的金饰出来卖 或者有一些是上一波的高点 大概在八年前嘛 那八年前的金价还没有到2000 到1700那边 那现在超过2000 他们觉得说现在卖比之前还好 还有大户在上个月霸气买下一公斤的黄金 至今已经现赚了21.3万元 如果显黄金太贵 小资组也会把目光转向白银 因为白银7月份的涨幅更是惊人 比起上个月大涨了34% 出现了40年来单月的最大涨幅 7号价格已经来到了每盎司29.8美元 只是专家却不建议入手 随着全球疫情升温 资金转往贵金属市场避险投资 但建议民众在出售前还是得再三思 东森财经新闻 薛小竹科黄明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